播剧看電影的選擇有很多 想播剧娛樂之餘,還學歷史? 那就要由專家介紹一下 一直以來都跟很多朋友 例如看電影、劇集或去旅行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都喜歡看一些 知道當地的一些歷史 或者你看到一部電影 想知道背後的歷史背景是什麼 就是因為這樣 施於他最後開了一個Facebook和網站 講歷史 為什麼我的網站叫《即食歷史站》 其實所有的歷史知識都比較即省 你看完之後都會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除了看書之外 我自己覺得很多媒介 都可以令你對歷史產生興趣 對於這半年疫情關係 其實都經常想拿Netflix去看 看看有沒有好看的劇集或電影 有幾套我都想去推介 其中一套就叫《歷史課101》 譬如我們每天都會有一些快猜文化 每天都會用很多塑膠 但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究竟它的起源是什麼 其實這個歷史課101 都會告訴大家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的快猜文化 是來自二戰之後 美國經濟開始復甦 人們開始對飲食有一個追求 覺得應該出外吃飯是一種娛樂 追求味道 以及追求一些快捷方便的飲食方法 所以這件事促進了一個促食文化 中東石油的爭拗 又或者中國的一些崛起 以及一些與美國之間的國際關係 其實這個歷史課101 都有跟大家說 大家會對身邊發生的所有事情 其實都有一個概括了解 其實Netflix有一個專講 第二次世紀大戰的紀錄片 就叫做二戰大士忌 才會玩 折錄了很多二戰時候 比較著名的戰役 以至算是人類史上最慘的一場戰爭 而且它的影響 直到今天也好 其實都是塑造整個世界的權力 我舉個例子 為何以前的德軍 可以在這麼迅速的情況下 攻陷整個波蘭 當時的一個日不落帝國 英國是作為全球最大的強權 為何會受到德軍的攻打 底下 要直至有捱打的情況 其實就是可以在這套二戰大士忌 大家可以知道的答案 除了紀錄片之外 那有沒有劇集或者電影 可以推介一下 我先說末代沙皇 末代沙皇其實就是俄羅斯帝國 最後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生 所謂共產主義其實就是來自於俄羅斯 這一套劇集就可以告訴大家 為何共產主義會在俄羅斯裏面盛行 而不會在其他西方國家裏盛行 俄羅斯曾經都是一個 嘗試學習西方國家的一個國家 但是它本身是傳統的龍奴仔 就令到它沒有辦法完全西化 追趕到西方世界的公約革命 所以俄羅斯的經濟 其實在十九世紀或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就一直走下坡 而當經濟崩潰的時候 最受到影響的就是一些無產階級的工人 而末代沙皇就告訴大家 為何工人階級就會在這個國家 能夠成功推翻到一個獨裁的國家 以變成後來的蘇聯 而另一套就是皇冠 這套皇冠其實就是 英國現時的英女王伊利沙爾世一生的傳奇 二戰的時候 英國也是一個全球帝國 但二戰之後 英國就急速衰落 變成一個歐洲的一個賭國 當伊利沙爾世成為了英國君主的時候 他如何面對所有的殖民地 陸陸續續脫離英國去獨立 他如何面對這些英國的衰落 而美國和蘇聯的國體 其實都可以在一套的劇集裡面 可以知道 最後一套想介紹給大家的就是 叫做《逃犯國王》 他是說十三世紀的時候 蘇格蘭人如何去對抗 益加蘭人的高華統治 蘇格蘭人的國王 羅法第一世其實是一個蘇聯貴族 在這套電影裡面 他不斷強調羅法第一世是蘇格蘭人的國王 而不是蘇格蘭國王 所以我覺得《逃犯國王》就告訴大家 蘇格蘭的國度 其實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已經形成了一個民族的共同體 而這件事就會令到他跟之後的英格蘭走上一個很不同的道路 直到今天為止 其實看到蘇格蘭人的文化 英格蘭人的文化 那個不同都是挺顯著的 其實在Netflix裡面 都挺多關於歷史的電影 有一套最後的王國 就說英格蘭的七國時代 而另外還有一些關於 譬如說羅馬帝國 說羅馬帝國的慶成雙皇的歷史 其實也有 也有一套 帝國的崛起 奧圖曼 說普爾旗攻陷 戦艇帝國的 軍事坦丁埔這段歷史 所以我也推介大家 看看這套 具有歷史分取的戰爭 如果你看完這些和歷史有關的劇集和節目 對歷史有興趣的話 不妨上他的即食歷史網站 學多些東西 各位讀者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給你